上赛开赛的第一场之前 国家队整个全部是发烧了 病毒性感冒 正好赶上上海 湿热高温 正好我们又在上量一个阶段 上下午训练 我站在场地边上 上午半天 都会有虚拖的感觉 你甭说队员在训练中 结果一场大雨 坏了 病毒性感冒 最后只剩下七八个人没倒下 全部倒下了 我们那时候输液 从早上输液数到晚上 就是抗病毒的那种输液 把我打到手都酸死了 到最后一个礼拜来 才陆陆续续好了 从这场病毒性感冒力 恢复过来的国家队 反而表现出了特别好的状态 石墙在第一场 对着阿联酋3比0打胜 但也是在这一场 比明没有出现的球队名单当中 取代他的是比肖鹏 在训练当中 前一天就感觉到不舒服了 但是第二天的训练当中 还是出现了这种 肌肉拉伤的症状 因为我感觉到自己 不能够很好的发力 那么回去我就找队医 一直在做检查治疗 但是我在 11点多的时候 我又去做了一些测试 感觉到还是很危险 那么我就去找了深掌 我说我这个腿 可能明天可能不能比赛 我是担心 我如果坚持了 十五八分 一旦受了伤病 多了一个换人民额 可能米卢 对就是站在他教练的角度 他感觉可能 打乱了他的整体的一个规划 这个阵容一直这么准备的 那么换一个人 突然直接换一个人的话 他其实也没理 李耀蓬的中生代力量 表现出更强劲的成长势头 因此队伍又需要他 所以李明可能在决赛阶段 又被边缘化 这是一个客观反应 23人打名单公布的时候 李明得知自己落选了 曾经离世的被无限接近的 那个人在最后一刻 却成为了最遥远的那一个 因为这是得到教练的不满 和教练对我产生了不信任 那我确实是没完全往这方面 去想当我以为 感觉有这方面 那因为毕竟媒体报道的多 我们就是队一 队一给他做质量 就是打的是针灸 电针 那时候仪器比较落后 那个电针 就是说现在的电针仪 就是说你开了 它是不工作的 你把开关一开 如果你没有回到零 它是不会有电输出的 但是老的那个机器 你把它开到 比如说我把它开到最大 最大以后你把电源啪一开 碰它电钉就照样输出来 你没有回零它也输出 所以李明呢就是当初呢 就是我们大夫给他治疗的时候 就是没有归零 那个机器可能也没检查 它那个旋钮没有归零 完了电针打好以后 两个电机一搭上以后呢 碰一下子就碰一下子 它那是最大的位置 那么我们大夫可能认为是回到零了 实际上是最大的位置 一下子就 然后就就崩掉了 就是说那个 本来就是机器拉伤 然后你两个针就插上去 电源一打 碰一 它强的一手 说你自己想想 那第二天肯定是 拉得更厉害了嘛 完了以后 它就踢不了 踢不了球了嘛 16年后围绕李明的受伤 出现了新的解释 但正如16年前的陆选 并没有困住 他再度成为国家对议员的脚步一样 这一刻的缘由 也不会羁绊 其分好 这被让我知道 如何来面对挫折 如何如何来面对压力 如何来坚定自己的信念 其实对我未来成长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包括我很冷静的 很坦然的面对的现实 如何把握处理好 在困境当中 如何来处理好自己 其实 那个时候我自己没有 其实是没有方向的 但我知道自己 要去冷静的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还 我因为为中国足球 或者我为足球这个事业 我不会停止的 我们在这里采访张恩华的时候 酒店的工作人员很快将他扔了出来 其实也看不太懂 从小的时候 但是就有那种足球的情怀 然后就看了 现在他的激动了 当然激动了 我还都亲自为我们服务了 我都感到激动了 2002年的史特别三场比赛 张恩华都是坐在替补席上度过的 那个时候迟迟盘不来的登场 始终折磨着他和他的家人 我爸爸去年前年走的 很简单一个例子 前两天去韩国看比赛 自己儿子不提比赛 他就赌 很难过 把他去旅游了 但是整个人 整个氛围就不好了 这些的负面都行 那你怎么办 那差一点就是 身体不好 差一点就是挂了 在韩国 特别最后一场 打土耳其 因为当时 那场球我没上场 一直在替补席 虽然说是关注厂商 但是张恩华确实 当时也比较激动 当时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这个时间慢慢的推移 到下半场 一直没上 所以说 有点发脾气 理解 就是这个是吧 去到了世界杯 就没上场的话 这种心情 基于那个时候的一种心痛吧 你说没有痛是假的 作为一个球员 你最大的梦想 肯定要出场嘛 而且我有个最大的 那个遗憾就是 如果我当时出场了 我就再回英国 就没有劳工证 这一讲究了 不管是从家人 从社会来讲 有一条 都会想 你去了 你怎么没出场啊 那个可能 比你年轻的 怎么还出场了 人们都会带有这样的疑问 那这种疑问 对张恩华来讲 压力也是巨大的 因为就想 打完世界杯 可能会选择一个好的 就没有序 就没有谈这些东西 结果没打 就没有出场率了 就能劳工证 就能劳工证 有这么一个遗憾 但今天 这种身处世界杯 却只能观望世界杯的巨大压力和不甘 对于张恩华来说 已经自我消解了 我在西班牙还碰到尼哈特 特尔西尼哈特 我们俩都讲 我说我一分钟没踢 他说我也没踢 他就讲嘛 就都碰到一块 他说你看 他还比较那个汗流着 我就在替武器坐着 看着教练鞋就讲 怎么说还拍我上场 就我们俩挺有意思的 米卢在这个十强赛的最后一场球之前 还给队员上了一课 然后当时他说 你们知道世界杯 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那队员说不知道 然后米卢说 向一扇门 说推开它 你们往前走 其实迎接你们的是一条金光大道 你们的将来一定会不同的 可是呢 它是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呢 世界杯之后 不一定 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 韩日世界杯后这十六年 你们感叹球员的命运 而米卢依旧是那位 我们熟悉的银发老人 每一刻世界杯之年 他的身影都尤为网络 忙着与当年的球员相见 聊上几句 从来不拒绝和球迷的合影 摆弄着他的N个TB 之前的几个都遗落在世界各处了 是自己最终于的古宝鸡鸡 随时都在其参加各种足球活动的路上 我看到了 tell me 你或许你 你看你在家里喽 你只要喝下酒 我从来没钱 接下来 か酒监贴 现在我还和当年的球员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是一种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关系 我每次来中国都会叫徐云龙 杨普 李明 然后在上海见到了谢辉和齐鸿 我们的关系都很好 因为当年我们曾经在一起创造了历史 我们从今世界杯以后很多人都问我 就是金日党美洲先生到底跟我们中国带来什么 我说他最大的功绩让我们进了世界杯 现在看是第一次 就目前来说也是唯一的一次 他就可以给我们一种感觉可以赢球 对手没有什么 给我的感觉他胸有成熟 所以这一点已经够了 他当时我们贯穿的一些理念应该快乐去享受 在场上去替足球的这种乐趣 我觉得让我们少了很多的烦恼 其实回过头来看 就是说白了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小孩 我就是一个小孩 你不服气我 我也看不上你 互相也交了个劲 现在回来会想一下也挺可笑的 阔别十六载 部分昔日的国家队队友又重新聚在了一起 从这一刻回往当年 也许您的记忆也会稍显模糊 就像我们所呈现的昔日画面一样 并非高情一般鲜亮 但在斑驳的光影中 你会看见曾经热爱的球员 从未停止过对足球的执着 勇往直前 我觉得02年世界杯完了以后 不是羡慕 应该说对我来说是刚刚开始吧 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 又重拾着出色彩的过程 比如说用季号带瓜 这个范哥是在清晰深花 这个马哥马明宇 高俱乐部高情绪 离铁当主席 高情绪 曲本有清晰 在优势期当代理主教练 你看 都是一种传承和摆扬力 都在做一些事情 加以可能到国安的管理层 甚至在为中国助协 现在在做一些事情 终取能够 然后有一天能够 达到这个目标 能够成为 既当球员 能够叹加事业杯 又能够当教练 能够叹加事业杯 从我踢球到我转型 那我也想 就是有更多的艺名 修为 郑达伦他们出现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 能够把他们挖掘出来 那我也是非常快乐 到职业球员末期的时候 再回到 激州的时候 我去过我们的 中国队训练场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打比赛 我说这地上 这么熟悉呢 我说这不是中国队 当时训练的场地吗 我说这 我给大家讲 我说啊 我给咱们梁文队队来讲 我说啊 我们在 联系在哪 我们修医师在哪 我们跟你说 今天还没有看台 这不过是 这国家队在这训练的地方 我说啊 我说一讲 我们在哪去练 我们当时什么情景 但是呢 我们有一次到 激州 激州连组场 也就是中国队的组场 大家都去下车 去学长 我当时吧 我想了半天 我还没进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可以去 进里边看看 好像 好像那个推厂里 还放着我们当时 这个 出厂的 收发名单 的集体照片 当时有一个 什么感觉 就是 莫名的不想进去 是遗憾的 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遗憾 我没有真正 应该成为强者 激州一赛场 所以我觉得 你有点 难受和遗憾 我也 不太想进去 没可能未来 我可能会进去 我希望 把这种遗憾 转化成未来的动物 真正再回去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中国已经强大到 我去过哪个 哪些世界杯 都是一个话题 那这个时候 我在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讲一下 中国足球历史的 第一步在这里 我记得6月4号的时候 然后早上上完两节课 然后去操场上 做广播操 然后回来的时候 在那个学校的 那个黑板上 看到一则通知 哥斯大利加比赛 然后全校放假半天 02年世界杯的 中国队友 感觉还是挺强的 不说在世界上 就是在亚洲 咱们不具认为的队友 2022之鬼家队 在我心中可能 就是最强的鬼家队 第一年 02年的时候 都想化 从此和足球相关 共产生选择 你们的世界杯 又共产生选择 希望他们关注 02年这支队伍 这带人足球 给社会带来的 不仅仅是输赢 带来的是 更好的价值观导向 让人们懂得 一个团队 怎么团结协作 努力拼搏 球迷也好 观众也好 能够从比赛中 去看这